食不下咽 咽喉干涩烟的话 到底是得了什么病 这些人百分之百 无一例外会得食管 生活中哪些致癌因素 让你猝不及防 他要站在这个煮饺子的锅前 一捞上来马上就要吃下去 那我们又该如何保护脆弱的食管呢 敬请收看本期职场健康课 各位好 您现在收看的是 由鲁南制药起达粒精黄颗粒 独家冠名过出的职场健康课 中医股方治腺病防治感冒 就用起达粒精黄颗粒 我是主持人刘住萌 欢迎大家 各位到饭点了 我很大作 为大家准备了好酒和好菜 我准备什么了呢 一瓶白酒 陶老师爱喝酒吧 然后还有螺蛳粉 我知道国宁最爱 还有冒着热气的麻辣烫 还有自嗨锅 但是说实话 我今天真不是给大家请客的 我们今天这期节目的主角 这个病就跟我身后的这些食物 和酒有关系 各位猜一猜是什么 又有酒又有这么多吃的 肯定是减肥类的节目 这是针对我而来的 我这个比较胖 而且健康上胖是隐患 咱们前这儿不做了一期节目吗 就是心理疾病的躯体表现 然后特别重要的一个症状 就是贪吃 尤其是这种重口味的食品 对吧 台上这些 所以我觉得今天很有可能是讲一个心理疾病 和情绪相关的 不是吧 你看看那个碗里边的那个油有多多 一看就是重油重盐的 我觉得应该是讲高血压之类的疾病 其实各位说的呢 都跟我们今天这个主题稍微带点边 这个病就是食管癌 来有请两位专家 欢迎二位 你好 王医生好 王医生好 来也正好 正好 请坐 王贵琪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内静科主任医师 蓝宇 北京积水潭医院消化科主任医师 刚才几位健康观察员说了一个观点 就是他们压力大就容易多吃 压力大吧 他什么都乱吃 但我们今天跟大家说的是食管癌 这食管癌跟压力大 有什么关系 王医生先请教你这个问题 正如刚才我们那位老师说的压力大吧 是不是我们就感觉到要缓解这个情绪 这时候我们可能不知不觉的 就会饮食大量的胖的 刺激的 辛辣的 硬的食物 那这些呢 反复多次的刺激 就会引起发生肿瘤 导致食管的发生 大家听到一个关键词了吗 反复地吃 多次地吃 希望通过饮食来调解情绪 频繁地吃这些烫的和刺激性的食物 可能就会导致食管癌 最主要是你不管反复频繁地吃 而且最主要不能老在一起吃 危险因素就从指数级生长了 那今天我这顿饭请的可真是让人骂了 对吧 你给大家讲一讲 我们国家食管癌在全世界 什么样的排名 那我们国家无论是食管的发病率 还是死亡率 是在世界上是第一位 那同时呢应该说 世界上一半的食管的发生和死亡 都在中国 因此对我们国家 个人 家庭和社会 危害 负担 是非常非常沉重的 也就是说全世界有十个人 因食管而死亡 当中有五个人是中国人 是这样 当然这跟我们中国的人口 基础大也有关系 好了 我们得先认识一下 食管它长什么样 食管实际就是 我们是一个管状器官 上面连着我们咽喉 下面连着我们胃 大概是有25公分 长的这种管状器官 而且有三个狭窄 这实在太形象了 它在里面是比直的吗 还稍微有点弯曲 有点弯曲 走形不是那么直的 所以你们下胃镜的时候 也是积累拐弯 积累拐弯的 倒不是积累拐弯 但是有一定的弯度 非常会说积累拐弯 人家王医生 东北的 对 那嘎的 而且它也没有那么硬 没有那么硬是吧 很柔软 蓝宇医生为大家准备了一张图 来 请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 这就是一个食管的 一个解剖图 我想从这儿 大家可以有一个 感性的一个认识 那么食管是我们吃食物 从咽喉下以后 就到了这个第一个狭窄段 我们叫颈段 那么再往下走 到我们主动卖工的部位 这个部位 它是第二个狭窄 那么第三个狭窄 是在食管进入腹腔的这个地方 我们也叫食管裂孔 这个位置 那么它有三个狭窄 那我们吃的东西 就不管是粗糙的也好 烫的也好 刚才说的刺激性的也好 那么它都容易 在我们这几个狭窄的部分 造成损伤 大家也很好理解 这个地方窄 它通过的时候 它容易滞留的时间长 你说你食管就直上直下 为什么还有三个地方 是狭窄的呢 就防止你狼吞虎咽 你不能直接倒进去一碗饭 就一口一口吃 一口一口吃 让你慢嚼细咽 少吃多餐 是一个 让我们人类 是一个非常精密的仪器 是几亿年发展进化来的 我今天为大家准备了一个气球 它模拟的其实就相当于一个食管 这个地方窄 这个地方也窄 假如这个地方也窄 那么食物通过的时候 像什么样子呢 我现在有食物过来了 它就撑开了 撑完之后 它又回到了一个狭窄的状态 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所以就像两位医生说的 食物通过的时候 它虽然会把窄的地方撑大 但是它也会接触和停留的时间长 它对食管的粘膜造成哪种伤害 怎么就导致食管癌了 蓝医生 它这种伤害呢 应该来说是一个慢性的 反复的一个刺激的过程 比方说像太烫的这种食品 还有呢很粗糙 你没有经过细胶慢咽 很硬很粗糙的东西 就咽下去 其实如同把这个皮肤擦伤了 或者是烫伤了 是一个道理 那我们在皮肤上可见呢 就是你烫伤了以后会发红 再厉害要水泡是吧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把那层粘膜给弄坏了吧 对 但是我们皮肤是有愈合功能的 我相信食管内的粘膜 也会有愈合吧 我哪怕吃一次 我滑开了 它应该会愈合好吧 怎么会到食管癌这个地步 就是我们说 这个食管癌的这个产生呢 它是一个长期的 一个慢性的过程 食管粘膜呢 是它自身是有修复的功能的 但是在修复的过程中 它反复的这种损伤和修复 那么它就会发生这个 我们说其实就是基因的突变 那么就会产生癌 明白了 你今天吃烫的了 吃刺激了 你把我食管的粘膜弄坏了 行 我原谅你 我两天修复好了 两天刚好 没怎么好你又吃 那我反复地被刺激 我可能就不干了 是的 慢慢地就可能会奔向食管癌了 是的 蓝医生也特别地细心 为大家准备了一个实验 让大家更清楚地 直观地看到 食管的粘膜受损是什么样的 来 我这是一盘鸭肠 这就好比我们的食管 那食管跟都消化管道吧 表面的都是一样 基本都一样 就粘膜构成 想象一下 这是我们的食管被切开了 里面这种粘粘的东西 就是我们的食管的粘膜 对 那食管粘膜是由什么组成的呢 蓝医生 主要都是蛋白质 蛋白质 这是一个鸡蛋清 所以鸡蛋清里面 也是大量的蛋白质 对吧 好 总吃五六十度 六七十度的烫的东西 它对粘膜有哪种损伤呢 来 这有一壶热水 大概也是五六十度左右 不到一百度 当你总吃烫的东西 烫的东西刺激的粘膜 会什么样呢 来看 看到变白了吗 蓝医生 当热的东西刺激粘膜 它为什么会变白 这个变白意味着什么 像这个鸭肠 或者是一个鸡蛋 那么它在生的时候呢 它是有活性的 由细胞构成的 那你把它在烫的情况下 它就变性就坏死了 它就没有活力了 哪怕人家再修复 但你天天烫人家 人家也不愿意给你修复 那你就奔着食管癌去吧 好 那刚才我们说的是 认识了食管 也大体了解了食管癌 我们得想一个问题 要做预防 食管癌有哪些高危因素呢 两位医生也为大家总结了 我们来看一下 来 先来说一下饮食 吃得太烫 太快 太硬和太咸 怎么去理解它 王医生 太快不是慢焦西燕 不是一口有吃 基本就是不间歇的 这一口啪啦啪啦就吃进去了 太烫了 我们基本上40度左右 相关于是比较适合 超过50度以上 相关于是比较烫了 太咸 那我们说基本上 我们每个食物 多少颜量是很固定的 像这种我们说太硬的 那我就我们这些 像这种肝果这东西 就是比较硬了 我们吃这些粗粮也是比较硬 因为粗粮还得细做 咱有一个词叫拉嗓子 还记得吗 这不就是吃太硬的 就是总是刺激你的这个食道吗 对吧 泽阳是不是 总是我就发现你吃饭特别快 为什么 是总跟演出啊 对 演出的时候 有的时候没赶上饭点 吃饭就是北京话叫狼虎 太狼虎了 就特别快 而且不管这个是冷的 还是热的 还是咸的 反正赶紧吃饱了 才能上台 不然没时间吃饭 就这种习惯特别不好 总之就是着急 就是着急 狼吞虎咽 没错 医生也是这样的工作状态 是不是 蓝医生 实际上确实 医生有的时候 尤其像王医生 在做手术的过程中 就到了吃饭点了 但是他也不能下台来 专门去吃饭 有的时候呢 在手术的间歇期 就扒了两口 对 所以这种 可能五分钟解决战斗的情况 还是会经常有的 不仅是医生 很多行业 真的很忙 说你忙到 来不及吃一口饭吗 真的有 所以你来不及吃饭 或者是吃饭时间很短 势必会出现 吃得太快了 没办法等他凉 直接把那点硬的东西 就往里面塞 太咸的东西 又好入口 又好下饭 这就会导致 你饮食上出现问题 就成为了食管癌的 高危因素 我想两位医生 为大家总结 非常非常的详细了 但是我们来看第二点 水土 后面有一个括号 叫微量元素含量 蓝医生 这个怎么去理解它呢 这个就是说 是环境因素 一些微量元素的缺乏 比方说像锡的缺乏 它都是比较容易 引起这个食管癌的 确实是我们说食管癌 肿瘤 它是跟我们的营养水平 和维生素的摄入 还是有非常明显的关系的 刚开始说 我们五六十年代 因为说那时候 我们的食管癌 主要是跟我们营养水平 和我们的维生素的摄入 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但说我们今天大家 吃喝已经不愁了 生活方式就成为 最主要的因素了 第三个就是遗传 我们先请蓝医生 分享一个 他们诊当中的例子 那以往呢 我们其实也碰到 不少这样的病人 就是他一家子都是食管癌 尤其是在那个高发区 特别容易 就是这个爷也是食管癌 去世了 那么他的大伯也是食管癌 甚至他可能弟弟也有 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家族 聚集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生活习惯 饮食习惯 非常的相似 还有吃得太烫 太快 太硬 这些生活习惯 他往往一家人 也是很相似 那么这种遗传 是哪种遗传性会比较大 爸爸妈妈有食道癌 孩子食道癌的 得病的几率是多少 爷爷奶奶这一辈有食道癌 孩子得食道癌的几率 会有多少 肿瘤这个遗传的因素 大概占到四分之一 到三分之一这个样子 也就是说一级清楚 就像父母子女 这样的话呢 可能关系更密切 你比方说你隔了好几辈了 这个就遗传的因素 可能就要弱一些 明白了 但是要为大家说的是 如果你本身直系亲属 有食管癌 你就属于高危因素的人群之一 你本身带着遗传的因子 同时你又不注意你的饮食 食管癌的发病率 就会比别人更高 来 我们来看第四和第五 我们加起来说烟和酒 我知道烟不好 但是烟不应该走气管吗 怎么走到了食管里头了呢 是 乐意喜欢穿业 都要有一个捉的动作 做了动作是你的喉呢 就提起来了 一提起来以后呢 这个整个食管腔 跟我们烟腔口将就通了 所以这时候进到 我们呼吸到的烟量 和进到消耗的烟量 是一样的 尤其是食管 胃上部影响是最大的 大家可以这样理解 就是我们在食管和气管 这儿有一个小盖子 我们讲的叫会烟对吧 对 你在吃东西的时候 这个会烟就盖在气管上了 因为它怕你这个食物 枪到气管里面 但是你抽烟就很奇怪 它是属于食管和气管都打开 所以这个烟就往里走啊 哪个管它都走 是的 对吧 但又说回来了 烟本身就是一个 致癌的元凶吧 经常在门诊看见 什么样的病人 重度吸烟饮酒的病人 什么叫重度吸烟饮酒呢 就是每天至少一盒烟 每天半斤酒 两件事一起干了 干了二十年 这些人百分之百 无一例外会得口腔癌食管 最主要是口腔食管癌 它不光是得一次 治完这个下个也得 为什么呢 因为它通过长期的 重度吸烟饮酒 把口腔咽喉 这个黏膜破坏了 都癌区化就形成了 总流去发生激素就形成了 它整个的土壤都改变了 因此得是必然 只是什么主得 本来你这个食管 是个肥沃的土壤 你天天吸烟 天天吸烟 结果变成盐碱地了 没错 你土地的性质变了 没错 你盐碱地 你长不出植物来 长癌 对 还就像一个说 我们就跟病人说 你这整个从口腔 到咽喉 到食管 甚至到肺 全部盐碱地了 跟虎皮似的 斑斑勃勃的 酒对于食管的影响 在哪里 酒实际跟烫差不多 就像刚才 我们蓝医生说的 你烫的东西 也把食管 蛋白就综合了 对吧 那你酒精同样是的 它也给你综合了 这样你就坏死了 反复地 你这坏死争生 疤痕愈合了 慢慢它就 不生疤痕 长得大疤痕 大疤痕 把它挨了 确确实实 像王医生说的 它这个烟酒 而且是重度 吸烟和饮酒的病人 它食道的黏膜 都是弥漫性的损伤 就是我们做内劲的时候 看下去 整个食管黏膜 都是一个非常粗糙不平 这样的损伤的一个情况 所以这种人 得食管癌 往往就是 可能是多发的 对 就是它不是一个地方 长癌 它整个这个食管 这种长癌的几率 都非常的高 好 这是两个医生的发现 最后再给大家总结的是 胃食管反流 王医生 胃食管反流 是不是胃酸 反流到食管里面 也是对它刺激呢 就是我们食管 它是个偏碱性的环境 你虽然老往上反 它这个黏膜 它不但瘦 它对它来说 也是个损 反复的刺激 反复的一个损害 它反复的修复 修复修复 三四五四星 七四八四 它就往不好的环境发展了 胖姐有什么观点 是这样的 现在很多年轻人 都有胃食管反流 而且我朋友到孩子 就是当他压力大的时候 胃食管反流 发生的频率就会特别高 那么刚才主任又说 胃食管反流 又是食管癌的 这个主要治病因之一 是不是这样 蓝医生 就压力大经常会 胃食管反流呢 像刚才咱们说的 你压力大的时候 你是不是老想吃东西 那吃东西就容易吃多 吃多了就会肥胖 那么肥胖以后 胃食管反流就增加了 胃食管反流的时间长了 这个胃酸包括胃里 还有其他的像胆汁 那么老再损伤 这个食管的黏膜 就会产生反流性食管炎 甚至我们说叫BiRT食管 那么这个就是跟食管的腺癌 就是一个癌前病变了 有关系的 就有关系了 我们为大家总结的 食管癌的高位因素 虽然有六点 但是我为大家总结一句话 长期不良刺激 就会很可能导致食管癌 我一开始对刺激这个词 没有太大的感觉 直到前两天 我自己做了一个手术 我这个嘴粘液囊肿 其实一开始就一个小泡泡 我就觉得不舒服 今天牙咬一下 咬破了 没事了 第二天还长 我就反复地去咬 反复地去咬 直到一个大泡长在这 我就到口腔科去看 医生说 你是不是总咬它 我说是啊 你别总咬 你总咬就刺激 你越刺激它越长 到处取出一个囊肿 大家能想多大吗 跟一个花生粒那么大 我那一刻就明白了 什么叫做反复刺激下 对身体的影响 食管我想也是这个原因 那我想问了 如果不幸得了食管癌 身体会有什么提示吗 王医生告诉我这四个字 没有症状 真的吗 一点感觉都没有吗 就是说没有典型症状 怎么说 他就说也不一定说 咱们就发烧了 说我们胸口疼 或者我们吃不下饭 偶尔是吃不下饭 早期食管 唯一的症状 就是没有症状 就是他不像说 我今天骨折了 疼得我不行了 对 不是这种症状 不是这种症状 他没有典型的症状 但是蓝医生有一个观点 当食管癌 已经走到了发展期 或者是晚期的时候 就会有一点点症状了 对吧 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 也为大家总结了 第一个就是吞咽困难 请蓝医生先解释 吞咽困难是 咽不下东西吗 吞咽困难就是咽东西费劲 我们老百姓说的 那么开始的时候 可能吃一些干的呀 硬的呀 咽下去又费劲 那到最后呢 可能喝水也下不去了 甚至我们以前有 最严重的病人 他那个痛嘛都咽不下去 所以是这样的一个进行性 这是第一个 为大家总结的吞咽困难 但蓝医生 我们来看第二点 食管内异物感 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呀 他就是说觉得这个胸骨厚 我们讲 这后面 老像是有一个东西 老在这 但王医生 我觉得异物感 有点像什么呢 咽咽 我也觉得有东西 在嗓子这 这两者感觉有区别吗 有的时候我觉得 是没什么太大区别的 更多是一种感受 一种感受 当然还是蓝医生 提示的非常对 不是说你这个吞咽困难了 有义务感了 你就是食管 不是的 有可能就是咽咽 对吧 来看第三个 请王医生来解释一下 咽喉部干燥和紧缩感 食管啊 它分泌粘液功能很差 就是干燥 就是皱缩的这种感觉 就总觉得这个嗓子 这紧巴巴的 不舒服 也就是说 可能这个癌 是长在了临近咽喉部的 这个食管的位置吗 对对对 所以它在这个地方 有一个肿瘤堵着它 对 才会有肝部的干燥和紧缩感 没错没错 明白了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 食物滞留感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一般来说我们平时吃饭 感觉不到食物是吧 这是从哪儿到哪儿 一下下去了 不是一下下 你感觉不到 感觉到一下下也有问题 是吧 吃完完就很舒服 然后就OK了 但如果说我们 怎么到这儿了 而且不往下走了 这就是滞留感 好 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 进食后胸骨后疼痛感 这怎么理解呢 蓝医生 疼痛呢 多半还是中晚期 就是进展期 它应该是侵犯了这个神经了 所以它才有疼痛的感觉 实际上我们食管平常是 没有疼痛的感觉的 对对对 像我们拿针扎一下皮肤 那它就会有这种 这个疼的感觉 它内脏不是这种神经 它是你扩张了收缩了 才会有感觉 它不像其他的癌 可能会伴有疼痛的这个症状 但食管癌不太会 对 等到疼痛已经浮世到 后背疼痛了 基本上食管癌的晚期了 是的 我想说这一系列的这个症状 可以是食管癌的一些蛛丝马迹 但也可以是其他疾病的表现 刚才这几个症状 你发现我有就怀疑 我是不是得食管癌了 而是一定要到医院 去做一个检查 就怕什么 你看了这几个症状 去搜一些所谓的偏方 这些传言有的真不靠谱 来 接下来进入传言变变 明明看着凉 其实吃着烫的五种食物 烫一次就会得食管癌嘛 有牙周病的患者 更容易得食管癌嘛 喝酒脸红的人 更容易得食管癌嘛 食管癌一发现就是晚期嘛 不要走开 马上回来 传言变变变 你说我来验 让我们跟随今天的传言搜集器 去看一下第一条传言是什么 来 端饭 来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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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烫 好烫 哎呀 烫死我了 慢点吃啊 咱们这把年纪我告诉你 吃东西可得注意 一不小心就吃成十道癌了 大清早起的竟说这个多不吉利呀 我不是担心吗 前几天咱们二号楼张姐就得了十道癌了 跟我就差两岁 哎呀 我上网查了一下 说着看着凉 吃着烫着食物呀 搞不好 烫一次就得十道癌 真的假的竟瞎说 真的 张姐就爱吃着烫的东西 像什么 汤圆呀 唐三角呀 这生煎呀 这玉米糊 还有鸡汤 都是这样 行行行 那我慢点吃不就行了吗 这个传言里说啊 看上去凉 但是吃上去很热的东西 为大家之前我再提醒你啊 我们这个题目说的是 吃这种看着凉 其实烫的食物 烫一次就得食管癌 考虑好再回答啊 好 来 三 二 一 滚动起来 来 三 二 一 确定 胖姐 我们看似是烫一次 但是那它必定就有一个创伤面 有一个烫伤的伤口 那它所处的位置就造就了 它往就是不好发展 因为它在里面 我觉得就是暗无天日 你没法上药吧 它不好愈合吧 那么所处的环境呢 就非常潮湿 也不利于生长吧 所以说看似一个伤口 它就为这个肿瘤 形成了一个合 就像我们滚雪球似的 我们钻一把雪 以后越滚越大 越滚越大 所以随说是一次 但是刺激是无限的 所以我觉得非常有可能 发展到食管癌 好 两位专家怎么看 要不要惩罚胖姐 来 三 二 一 要惩罚吗 要 好 要惩罚 胖姐 我刚才为什么提醒你 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 你不会打错 对吧 因为刚才我们前半部讲了 咱身体最起码能 自我修复吧 对吧 来 王医生先解答一下 为什么你决定要喷胖姐 人家说烫一次不可怕 就怕把烫一次变成习惯 反复多次不良刺激 太可怕了 偶尔我们喝点小酒 吃点麻辣烫 我说吃点酸味粉应该是无妨的 烫只有零次和无数次 对 只分 所以胖姐可能觉得那个意思说 烫一次就不行了 烫一次你就已经 给人留下不好的印象了 慢慢地滚水球越来越大了 好像没那么吓人啊 来医生 实际上你烫一次 它应该是一个急性的损伤 就像我们皮肤手被开水烫了一下 它当时可能会发红 那么这一次修复以后呢 它应该来说就好了 但是你反复反复地去烫 它就会优发食怪癌 对 它就会滚血球了 一般来说癌症的相当于炎症啊 把癌的发染过程 大概要需要五到十年 这么一个过程 一个过程 因此说一旦一把这个习惯 变成五年了 十年 重度先饮酒 十年二十年了 那是必然得肿瘤了 所谓美酒加咖啡 怕的就是你一杯又一杯 正如医生所说 偶尔食一次烫食不需要担心 食管粘膜自我修复能力很强 很快就会痊愈了 怕的是一次又一次 对食管粘膜的反复伤害 其实生活中 我们对于那些显而易见的烫食 总是小心翼翼 比如咕嘟咕嘟冒着泡的羊肉汤 热气腾腾冒着烟的大包子 但有些具有很强隐蔽性的烫食 却总是让人猝不及防 比如当你吃火锅时 夹起的一片鸭血 又或者早起急着上班时 刚出锅的早点 一次次不经意的烫伤 是对食管粘膜最隐形的伤害 今天我们就把这些隐形烫食 搜集起来 看一下这些刚出锅的糖三角 生煎包 烤红薯 以及汤圆 牛丸 表皮和内馅 内外温差有多大 第一名 汤圆 内外温度差为32摄氏度 第二名 糖三角 内外温度差为21.2摄氏度 第三名 烤红薯 内外温度差为14.9摄氏度 第四名 生煎包 内外温度差为14.5摄氏度 第五名 牛肉丸 内外温度差为4.9摄氏度 接下来 我们将这些食物静置十分钟 那十分钟后 它们的内外温度又会发生什么变化 哪种食物的降温速度最慢呢 通过测试 我们发现 牛肉丸从第五名上升到第一名 它的外部温度下降了62.4摄氏度 但内部温度却只下降了17.5摄氏度 现在为81.3摄氏度 第二名是烤红薯 它的外部温度下降了42.5摄氏度 内部温度下降了17.6摄氏度 第三名为唐三角 外部温度下降了31.1摄氏度 而内部温度下降了21摄氏度 第四名 汤圆 外部温度下降了28.7摄氏度 内部温度下降了20.3摄氏度 第五名 生煎包 外部温度下降了37.3摄氏度 内部温度下降了25.7摄氏度 没想到吧 经过十分钟的冷却 这五种食物的外部温度都有所下降 但内部温度仍处于50摄氏度以上 所以日常生活中 为了保护我们的食管不受伤害 我们给大家提供了几个小妙招 第一 吃饭的时候 可以先吃比较薄快头小的食物 第二 吃火锅时 可以将鸭血豆腐等降温比较慢的食物 捞上来晾一下 实在等不及可以借助道具给食物降温 比如可以找个凉碗把食物盛出来 也可以蘸一下凉的醋 帮助食物降温 惊讶吧 这个实验就是要直观地告诉大家 你别以为这个食物凉了 你完全可以吃下去 一定要看一看里面这个东西 是不是还在烫米 很多人就是说 刚出锅的饺子快来吃吧 以前我们有一个患者就是 他要站在这个煮饺子的锅前 一捞上来马上就要吃下去 给他装到盘子里端到桌子上 他都不干 所以这种生活习惯就非常的不可取 大家透露一下 王宇可爱吃馒头了 你作为山东人 一个爱吃馒头的山东人 你平时吃馒头的时候 是细嚼慢咽 还是说趁着热就往下吃 我们不会说上桌之后 第一口先吃馒头 我们一般是先吃菜嘛 然后这个馒头可能掰开 然后把它当作一个小盘小碗 然后拿在手里 然后夹菜啊什么的 防止掉落 明白了 其实可能在掰的过程中 它可能就自然地降温了 这个习惯蛮好 对啊 这有个馒头嘛 对吧 还可以当了 一半 别客气 然后夹着菜 放这边就着馒头就吃了 真热乎 那我们一直在说的是 有些食物看起来表面很凉 实则里面还是很热的 这就是所谓的隐匿烫嘛 为什么王医生 它的这个烫的隐匿性 体现在什么地方 就是它表面看着不烫 但它最烫的内核在中间呢 因此到嘴里时候不烫 但见到食管它就烫 对吧 尤其是它这个有馅的东西 它都有很多 那么这个油温 大家知道 实际上比水温是要高的 它又在外边 用这个比较凉的皮包起来 它里面是热度 要比外边要高得多 我来说一下 我个人认为隐匿性最强的 对食管伤害最大的食物是什么 咱东北人爱吃的烤地瓜 对 这玩意真的是 为什么呢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东北人吃地瓜 就最起码我是怎么说的 就这玩意挺烫 挺烫 不是 烫烫 赶紧咽 咽了 这是不是非常吓人 蓝医生 咱们对这个烫的这个感觉 口腔里更敏感 那下到食管里以后呢 它就没有这个热度的这个感觉了 所以你认为好像没事了 我咽进去 实际上呢 它的这个热度呢 对食管的黏膜造成了伤害 其实我有一个亲身经历 就是吃炸糕 当时买出来以后 觉得表皮并不是很热 等我咬了一大口的时候 就里面黏黏的那个糯米 和那个豆下 就一下就呼到我接近嗓子 和上牙床的地方了 但是要吐是吐不出来的 所以因为够不着嘛 就只能往下咽 咽完了以后 我的上牙床就是一层白 而且咯里咯搭都肿了 我就想起刚才主任 拿那热水浇的蛋白 等到咽完了以后 我跟你说 我就在原地就在那蹦 很长一段时间 就是我喝水我都知道 这水走在哪 所以我真的就是趴在心里了 那真万一就像胖姐说的 吃的这个食物太烫了 烫了整个这个烟箱和食道了 有没有好的办法来解决一下 再说如果是急性期 最好的办法就是进食水 什么都不吃什么都不喝 对的 然后你再去找医生 用相关的药物 那也就是说 其实所谓的禁止食用东西和喝水 就是你别再刺激它了 对 本身已经烫坏了 对 明白了 我们是不是热的这个东西 一口都不能吃 还是说要注意频率 还是说要注意温度 还是要注意温度 就是太过烫的 像50度以上的这种 它都是会对粘膜造成损伤的 像刚才我们做的那个实验一样 那蛋白质就变性了 那产生损伤了 那么如果是50度以下的 然后咱们再吃得慢一点 就你吃之前你要试一下 如果太烫你就不要咽 我在嘴里这个快速的这个 倒腾一下 倒腾一下 它就不会损伤到食管 烫了嘴了 我赶紧往下咽 这个是不可取的 烫嘴了马上吐 对 先少量的试一下 不烫咱们再吃 65摄氏度以上的食物或水 它属于是什么 2A级的致癌因素是吗 对的 这是什么意思呢 它就是说过烫的水 那么进入到食道以后 它会造成食道粘膜的损伤 那么这是致癌的一个因素 那这个传言 我们为大家解释完毕了 下面来看今天的第二条传言 6A级的视频 我看见你 我们在群里发一个链接 tenants 在我身上看 你 Cheese 您的牙周病 嚴重能導致食罐癌 大孫女 哪有那麼邪門 我真沒跟您開玩笑 人家調查報告說了 得了牙周病會有種什麼菌 腐蝕您的食罐黏膜 長期不管它會導致食罐癌的 哎呀 你整天吶 整天嚇唬我 那麼著吧 我一會兒跟這朋友唱完歌 我就趕快去 您就唱吧 聽您自己可得上心 今天的第二條傳言講的是 如果是有牙周病的人 更容易得食罐癌 那麼這個傳言 各位觀察員你們怎麼看 來 現場滾動起來 來 3 2 1 請鎖定 鎖定 我覺得這個是對的 我們牙周炎 肯定是有細菌感染的 就我不知道它具體是什麼細菌 但你看牙周病的表現 就是它有紅腫 它有潰爛 所以肯定這個細菌 跟我們人體是沒有辦法 和平共生的 它其實就像一個病的源頭一樣 我們每天24小時 我們這個口水都在吞咽 然後它就會帶著這個病菌 不停地進到我們的這個食管裡面 所以我覺得它肯定是有關係的 兩位專家覺得 國寧說了有沒有道理 要不要懲罰它 說得非常對 很棒 好 展例 王醫生真的像國寧說的嗎 因為牙齒有牙周病 它有很多的細菌 會直接影響食管嗎 說得非常非常對 這兩個觀點 一是說什麼我們這個 這個牙齒的健不健康 實際就是你生活習慣 衛生習慣健不健康 對吧 那你牙齒很健康 就說明有少食冷硬燙的食物 同時確實是我們現在也研究 就口腔的細菌 它也跟腫瘤的發生發展 也有非常密切的關係 那些長期抽菸喝酒的人 它的口腔的細菌 衛生態 跟不抽菸 不飲酒 衛生習慣非常好的人 卡牌非常大 正是由於這兩種不同的衛生態 也導致它腫瘤發生 同時也說了 你既然這麼堅硬的 牙齒都能發炎 何況那脆暖 有軟食管 但王醫生 我得要數據 就真萬一它有牙周炎了 它導致食管癌的風險 大概會增加多少 大概有 大概的數據 不是特別確切 有研究報道 可能我們有牙周的疾病 慢性疾病長期時間 可能會增加大概40%左右的 食管總能的風險 也就是說如果我有牙周病 那麼我患食管癌的風險 比別人就要高40%多 對 就因為我的牙不好 長期 對 跟沒有牙周病的人比 好 就我跟王宇比 人王宇沒有牙周病 對吧 其實我想問 口腔潰瘍 或者起那大綠炮那種 也算是危險因素 那不算 那是短期的 好 所以國恩您剛才我覺得 說的這一點非常準 它本身就是細菌 它順著你這個牙齒 直接到了你的食管裡面 甚至到胃裡面 但是大家有沒有想到 另外一個種可能 你都牙周病了 你肯定咀嚼功能不好 是這樣的吧 來 藍醫生 分享你門診的這個案例 牙周病以後 這個患者 那初期它是這種炎症 可能比較突出 像紅腫 疼 這樣的表現 尤其是嚴重的時候 牙齒會鬆動 那麼它的咀嚼的功能 也會受到很大的影響 甚至有的就牙自動地掉了 或者就被拔掉了 這樣的情況 其實很多 食管癌的病人 一張嘴 我們看就沒剩幾顆牙了 那麼它是有 牙周病的這樣的情況 實際上 牙周病對食管的影響 除了剛才咱們說的 口腔的微生態的這些改變 它的咀嚼功能的下降 它可能就一些食物 就是活潤吞藻嘛 就咽下去 並沒有得到很好的一個咀嚼 粗的 硬的 甚至刺激的這樣的 就會很快地下到食道 對食道長期也是一個傷害 剛才藍醫生說了 確實牙不好的人 咀嚼功能不好 吃的這個東西肯定就會偏硬 來 我們及時考驗一下 韓軒 還記得我們說 食管癌高發因素 當中飲食當中的哪一個部分 是可能會引起食管癌嗎 還記得嗎 吃的這個食物過硬 太對了 因為你咀嚼功能不強 沒有牙齒了 甚至就是說你有牙齒 但牙周病吃點什麼東西 它就總刺激 你肯定不會太嚼爛它 總吃硬的就會滑食管 長此以往 可能就成為一個食管癌 高發因素之一了 所以說如果得了牙周炎 是有患食管癌的風險的 我們下面來看第三條傳言 嗨 今天你看給朵日好菜來 又出去喝酒了 那老张初叫我 我能不去吗 还是你愿意去 看着脸喝得痛红 这你也知道 我喝一口酒脸就红 今天喝得不多 一会儿就过去了 跟你说多少遍了 别喝了 别喝了 你看咱们单位的那老刘 石广癌走了 你还喝 那喝酒跟石广癌 有什么关系啊 有关系啊 前些日子我在这网上查了 尤其像你们这种喝酒 和脸红的人啊 他就容易得失惯癌 你们这些人啊 跟普通人是不一样的 更缺少那个 可以代谢酒精的物资 都没有了 所以时间一长啊 就容易癌一遍 那好好好 那就不饿了 提到喝酒啊 其实在我身边遇到过 有些人呢 可能喝一点酒 就上脸 脸部发红 有些人呢 是喝了很多 谦卑不醉 灭不改色这种 那这个传言就说了 喝酒脸红的人 得这个石广癌的风险 会更高 这个传言 各位观察员怎么看 来 现场 转动起来 三 二 一 一 是酒友吗 先问一下 对啊 偶尔小酌一下 偶尔 我认为喝酒脸红 容易得食管癌 这个观点不正确 除非这个人 长期喝高度白酒 刺激胃 刺激食管 他容易得食管癌 那平时他要喝点啤酒 或者红酒 红酒还暖胃呢 那个啤酒的话 夏天还凉快呢 尤其是脸红 是因为身体缺少一种物质 就是分泌酒精的那种物质 那种物质 跟这个食管癌 是没有关系的 这是我的观点 那专家们怎么看 要不要惩罚他 肯定还是需要惩罚的 这是说明不要给自己 喝酒找借口 为什么要惩罚他 实际上是我们喝酒呢 酒的成分主要就是乙醇 那我们说我们脸不脸红 最重要是我们身体 是否有代谢乙醇 变为乙酸这个能力 喝酒 乙醇在胃肠道吸收入血 随血液循环 进入肝脏细胞后 会先在乙醇脱青霉作用下 转化为乙醇 然后在乙醇脱青霉的帮助下 从乙醇转化为 能在体内正常代谢的乙酸 而喝酒脸红的人 就是因为身体内 缺乏乙醇脱青霉 这样就会导致酒精 在变为乙醇后 无法转换成乙酸 从而大量堆积在体内 乙醇是世界卫生组织 公布的一级致癌物 它能够导致DNA突变 和体内细胞死亡 增加癌变概率 研究调查显示 在喝酒脸红的人群中 患食管癌的几率 比正常人要高6到10倍 所以就是喝酒脸红的人 尤其要注意食管癌的风险 我昨天就在家嘛 我就想咱们看这个食管癌 我周围的朋友是怎么想的 我就翻朋友圈 搜关键词食管癌 奇了怪了 2013年大概是 八九月份的时候 我数了一下 七个朋友转发同一条文字 我们医院收了16个食管癌患者 有一个共同的原因就是喝酒 总脸红 好几天我感觉到你都没出门了 上次广场舞大赛你都没参加 家里的孩子最近出差两个月 我得在家带孙子 你知不知道咱们的副队长小王 得食管癌了 不知道啊 什么时候的事啊 就上个星期刚比赛完 他吃饭就觉得 一夜电话还胸疼 到医院一查 就确诊食管癌了 那咋办呢 因为食管癌啊 一发现就是晚期 那为啥呀 早期他当胃病胃疼耽误了呗 我看小王这回啊 可悬漏 是啊 才五十多岁 这么年轻就晚期癌症 谁说不是啊 太可惜了 今天的第四条传言说的是 食管癌 一经发现 就一定是晚期了 这个传言 这个说法 正确吗 各位观察员怎么看 来 现场 三 二 一 唐老师 刘先生 这个这条传言 我认为是正确的 第一 就是身边所见所闻 就是我接触的很多人 就是听说这条消息的时候 一检查出来 就是食管癌就是晚期 第二个呢 食管癌这种病呢 它很特殊 它没有典型性的症状 所以很难发现 那么第三个是呢 是我们目前的检测手段 和检测方法 无法在他初期就发现 所以我认为 这个食管癌 一经检查发现 就是晚期 是正确的 两位专家怎么看 他手对肺 要不要惩罚他 要 要非常要 必须要 必须要 我以为两位专家面面相觑 还是有不同的观点产生呢 没想到最后还是殊途同归 还是要惩罚 虽然是作假 虽然还是有理有据 但还是要惩罚 好像说得很有逻辑 是 没有什么症状了 怎么一发现 就不是晚期了 原来说 我们说诊断技术有限 现在技术发展了 我们完全在 以吃妈妈腔 做健康筛查的时候 就能发现 这些早期隐匿的 癌前和早期病变 那食管癌 到底是怎么被筛查出来的 另外 一旦得了食管癌 该怎么治疗 广告之后 为大家解释 欢迎回来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 职场健康课 刚才我们聊到了 食管癌它有隐匿性 所以我们想早筛查 早治疗 先问一下蓝医生 过去我们筛查食管癌 怎么筛查的 这个在七八十年代吧 尤其是在高发区 我们有一种方法叫拉网 就是外面像鱼网 或者像网兜那样的 一个网状的东西 那里面是一个塑料的囊 那么把这个东西吞进去 这个比方说是一个食管 那吞下去以后 应该是吞到胃里了 吞到胃里以后 把这个东西拉出来 如果有肿瘤的细胞 那么它就会粘到这个网子上 拉出来以后就检查 是不是有肿瘤的脱落细胞 那么这个主要的是 当时还是因为技术不够发达 和进步 那么在尤其是高发区 人群比较广的时候 用这个方法是一个 比较能接受又简便的一个方法 那现在我们一般手段是什么 现在无疑内静 是我们食管癌 胃癌 血脂肠癌 腮差 早诊的金标准 我想问的是 从那个疼痛的感觉上 是不是现在这个胃镜的方式 能让患者更好受一些 相比来说 相比这个拉网来讲 肯定接受度和输出性 可能更好一点 但肯定是做胃镜 老百姓说插个黑管子 也是挺难受的 但现在随着技术的发展 一是内镜本身又柔软了 同时现在我们还有无疼内静 你睡一觉 睡得香香了 做个梦好 美梦 未尝静你就做完了 那这个时间的间隔 最好是多少 一般来说 像我们食管的肿瘤 说是50岁左右 如果是你要抽烟饮酒 那你就更要去提前 如果说一是抽烟饮酒 另外什么 一级家族史 可能你40岁 45都要查 那如果没有这两种情况 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说 50岁左右 无论你有没有症状 都要做一个 很精细的胃肠的检查 对我们胃肠健康 有个科学的了解 然后我们根据了解以后 我们和你一年复查一下 或者你三到五年 甚至八到十年去检查 就可以了 这时候如果你在七天 有遗伤 有不舒服 你也不要过多地去担心 一般来说 就不会再有总部发生 还有没有其他的科技 比如说我听说 X光 好像也可以 背餐 X光应该说 跟我们的过去的拉网 都差不太多 它的敏感性 对早期病变 应该说它的很低很低的 说这个X光 还有这个背餐 它到底是什么意思 是吞一个东西进去吗 对 它就吞一个 就像我们 它是像水计 但是水计它是有造影的 在癌的现象 它就能看出来了 如果说我们的食管 没有任何问题 它进的过程中 就很光滑就下去了 但如果我们 有个东西隆起了 它就挡一下 它就出折了 又缺损了 这样的时候就看出来了 那喝完之后 如果发现有肿瘤了 还得开刀 还得要做胃镜 还得要做胃镜 取活剪 对的 所以现在咱们 是相当于省去了拉网 省去了X光线 背餐 直接进胃镜 现在蓝医生是 筛查诊断治疗于一体 在一根镜下完成 也就是现在 我来做胃镜了 你现在把这个胃镜 给我下来了 我现在已经睡得香着了 这个镜头探探探探 忽然发现 有个东西了 你会怎么做 假设我手里的这个 就是一个肿瘤 它就长在 食道的这个 黏膜层上 这种胃镜 直接就能摘除吗 这个我们其实 要看这个抛面 看这个地方 如果我们只在 这个肿瘤只长在 这个表面 是在内镜下 是可以去除的 那么如果它超过了 这样 到比较深层 甚至到达了 这个基层 伸根了 那么血管里也有了 淋巴管里也有了 那这个 往别人就跑了 它就有可能转移到 除这个以外的 其他的部位 这个时候呢 就不能做内镜的切除了 那怎么办呢 有一部分是可以做 这个手术切除的 所谓手术切除是 就是把这个带有病灶的食管 给它切除掉 对 它不是说 我就切这一段 可能还是范围更大 也就是说 如果这个肿瘤侵蚀到 特别特别深了 我们的这个 所谓的手术切除 是把这整一条食管 全切除掉 连根带牙都要拔掉 它那个根可能 就是蔓延到更远的地方 更远的地方 它并不是说 你看到这 直线的这个距离 周围的淋巴解 都要去清扫掉 因此这食管的病人手术呢 这创伤还是比较大的 是比较大的 生活质量也是影响蛮多的 所以我们反复地说 它隐秘秀墙 它如果一旦 扎根扎得很深了 这个手术 窗面也很大 患者也比较痛苦 那什么时候进行 放化疗的治疗 放化疗治疗应该说 就是我们手术治疗 一个补充 食管应该说 无论各种 宗管期的治疗 应该说 床上也比较大 生活质量也比较差 但这些年呢 我们应该说化疗 尤其是免疫治疗的效果 还是进步非常明显的 因为我们看到 非常大的肿瘤 在原来的各种方法 治疗都非常 也入现的情况下 但通过我们化疗 和免疫治疗的结合 给很多的病人 40%多的病 但在分析上 一个明显的改善 因此说食管肿瘤 可能大家的预测 也可能是未来第一个 通过化疗和免疫治疗 能让它 稳定住的一个肿瘤 控制的肿瘤 不一定消灭 就我们告一下 糖尿病一样 说我们可以靠吃药 就控制它 不应该吃不应该喝 更不应该健康和寿命 也就是所谓的 放化疗和免疫治疗 怎么去理解的 就是把这个肿瘤 还是放在这儿 对 仅仅是靠吃药打针 射线照它 射线照它 对 人躺在这儿 然后一个射线 照着我胸肿瘤的这个位置 就杀死了 就杀死了 对对对 那其他癌怎么控制 就把根和牙 其他癌也可以用这种方法 但是它有一个问题 就是在你照射 这个肿瘤的同时 它也会损伤到 旁边的我们自己的器官 好的器官 对的 就是药物 药物也是这样 药物它不光三十肿瘤细胞 它可能也损伤你的正常的细胞 包括你照血的细胞 可能你会脱发 你会贫血 血脑板会减低 营养会减少 范围不好估算是吧 没错 不是特别的精准 我说我们免疫治疗 靶腔治疗 就是在我们过去 传统化疗的技术上 更精准了 它就专门对你有没有这个受体 有没有这基因的 肿瘤进行攻击 因此病人的副作用 相对来说就小一点 但效果会更好一点 如果确实是一个早期的食管癌 它的治愈率大概是多少 百分之九十左右 那很高 相当高 人都会得病 不可能不得病 得肿瘤不可怕 最重要是早期肿瘤 治好就没事了 你就怕你没有一个 很好的一个健康理念 有症状的一个差 这时候可能你就很可怕 治疗效果也非常不好 那如果到了晚期了 那就说五年生存剧 可能也仅在百分之三十左右 但我觉得这百分之三十 哪怕只有百分之一 它都是一种希望 是的 因为人在面对生命的时候 那种求生欲是很强很强 尤其是这些年 化疗和免疫症的进步 更给更多的食管癌患者 带来很大很大生存的希望 因此大家即使晚期 也要有信心 要坚持去做 那我们最后 还是请两位专家 为我们电视节能观众 叮嘱一下 在生活中 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方面 首先是我们要 有一个健康的生活饮食 习惯和方式 那么避免食管癌的 这个高危因素的存在 再一个就是 早期地去筛查 早诊早治 这是我们防治食管癌的 终极目标 虽然说食管癌是跟遗传 非常密切相关 即使我们有遗传 但是我们往往能通过 筛查早长治 去使我们免疫 换中晚期的食拐 其实这么忙 我录这次节目 我的感触还是蛮大的 收获很大 对 因为栽制之前 我一直以为 这个食管癌这种东西 离我们很远 尤其是离年轻人可能很远 但是咱们现代社会 这个节奏快 人的压力大 我们就是不知不觉 或者不得不 就养成了一些 不好的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 这就是容易造成 我们的这个致癌因素 所以刚才 正如两位专家所说的 我们要做好 这个前期的筛查 去重视自己的身体 然后保护我们脆弱 但是极其重要的食管 没错 刚才王宇说 总觉得食管癌 离年轻人很远 但是离年轻人近的是什么 吃得多 吃得不节制 可能就会导致食管癌 我们总说痰癌色变 能不能不走到癌的这一步 提早筛查 保证良好的生活作息 和饮食习惯 这就非常重要 谢谢两位医生 今天跟我们的分享 也谢谢各位健康观察员 还是那句话 你要健康 我是萌萌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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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